自動幫你下一個 那不就從網路上面可以抓大量的資料 像我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有一個 就是好像也是從網路上抓 抓那個股市資料 就是會先給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是我要抓的相關的那個網址 然後就把它按下去 全部都幫你全部新增下來 那如果要重新抓怎麼辦 就把底下全部刪掉 就是跑一個迴圈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重新add一次 從網路上又抓下來了 所以你每天可以自動去幫你抓一些事情 是不會有問題的 可以透過這個部分 那還有什麼 這個是幫你複製 比如這個範圍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範圍 這個就是在不同的工作表 複製一樣的區域的東西 這邊有講嗎 OK 至於怎麼用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其實裡面都有說明 Move移動 比如說你那個位置 假如說你有固定的排序的話 也可以用Move 它要什麼print out print preview slater 比如說你要把游標放在哪一個工作表 那就點slater就好了 OK 所以它能做哪些事 就這些事 它有哪些屬性 就這些屬性 會不會有其他的 不會就這些而已 OK所以它的能耐就是這些 這有點像一個零件 那個零件裡面有多少功能 就在這裡 講一千二除的 會不會有多的 不會 除非說微軟又出了新的版本 重新定義 那當然就更新 可是理論上不太會 因為這東西已經出來超過20年了 大概本來就這樣 以前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 如果你們想要 如果你們想要 徹底了解 某一個 物件的使用方法的話 大概就可以有這種原理原則 所以物件的成員 屬性跟方法 那裡面的話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裡面都有 不過呢 在以上裡面的物件非常多 那你不要因為這樣被嚇到 比如說跳出來 光物件有這麼多 那你是不是要從頭到尾每個都知道 其實不用了 這個有點像字典一樣 沒有人在背字典的吧 你說 我那個 一本那個牛津字典 我從頭到尾背完了 你背完幹嘛 對不對 你知道有這些東西就好了 對不對 再來的話就是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要會查 查到你應該會查的東西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一個原理原則 那所以 在這個裡面的話 就是VisualPathic這個說明檔裡面 主要的物件模型參考 那前面還講到VBA的那個什麼 函數有哪一些 有沒有 就剛剛是第一個 那你第三個這個 函數在這裡 所以裡面有蠻多的 不過這些東西 真的都還蠻需要花一點時間 但我建議你沒事的話 可以在這邊逛一逛 或者是怎麼樣 如果實際上是不知道逛什麼 沒關係 你找不到沒關係 你可以用打的 去尺 有沒有 這邊這個搜尋 你按一下搜尋 它也會出現續值物件 有沒有 也是OK啦 那就是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是 這邊有一個這個 說明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那個 我們的 Count 這邊有個Count 那Count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 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 請各位 請告訴我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數字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多少 是有資料的 不一定是數字 有資料的 第三個問題 告訴我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多少是空白 請幫我填上 那你這個地方 不是用突發鏈鋼 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用三個函數 就可以搞定